开始了吗? 开始了吧 没有人了 有人 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燕子东 今天的直播呢是锤哥的爱心直播 直播的主题呢交给了锤哥 星期的话就是工艺 算是工艺吧 然后今天所获得的这些应票 然后将会给他们那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们 然后能让他们 就是也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在学校中学习到支持 然后更加 就是反正更加好吧 这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一件事 所以工艺锤又继续参加 昨天晚上 就是因为今天也是赶得比较长 昨天晚上没怎么睡 就是因为飞到 从南京 飞到这个北京 然后两个地方全都是大海报 就是下雨 然后暴雨 导致我的飞机延误了 就是我坐飞机实际上 有史以来延误时间最久的一次 可能六个多小时 然后真正六六六六六 然后 然后 所以 嗯 昨天到家可能都三点了吧 然后也没怎么睡 嗯 能听见我说话吗 啊 是不是听不清啊 我这么大点声 嗯 可以听得见说话吗 啊 能听 可以 能 我看有人说好好抓头发 哈哈 那今天大家所有的贡献的应票和刷的礼物呢 都会 进入到应克的爱心助学的这个活动里面来 也向大家多多参加多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对 然后那个 呃 我今天有看到那个 应克他们公众号发的一个那个 呃 就是今天的这些 呃 就是 呃 做这个 呃 小硬助学的这个名单 啊 我发现了一个 比较 呃 巧的一个人 他就是 那个 下一部戏将会跟我 一同合作的 最近刚演完 呃 陈白露 的一个小贤肉 叫去鼠肖 嗯 这个还是挺巧的 他应该是在晚上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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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在南京 然后也是刚刚进组一个 呃 新戏是一部电影 嗯 然后 嗯 嗯 是一部青春电影 嗯 哈喽 嗯 他的名字叫做20岁 对 所以大家 呃 我现在算是提前爆料啊 因为这个真的 这部戏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那个 如果开机组织 我们先进去 嗯 对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过来过来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啊 大家好 这是我们公司上一部戏 十五不识丁的两位演员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呃 我是十五不识丁的陶莫 我叫江不乐 我是好果子 我叫如卓 对还有刚刚那个 呃 就是 最开始出现的那个 那个人物叫 呃 燕子东 他是演故事 对 然后大家 相信大家 呃 也现在看到了那个 那个 我们那个 十五不识丁的 第一版的宣传片了吧 看到没 算了 我看不到你们评论 哈哈 嗯 应该看到了 然后 我应该有 就有闪现到 然后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 生日片 自哪不满意 反正 嗯 后续还会有几个版本 然后 整部剧的这个剧情也是非常的 呃 跌宕起 然后 嗯 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 然后这部剧也快播了 嗯 嗯 画风清洗的锤哥 在公司特别有威慑里 几个校方见到了他都不大大声说话 没有没有我是很轻 我是很可爱的行 不用自卫 嗯 然后还有最近还有个事儿就是 你们 应该最近有看到就是一个画风不对的我 有一个 呵呵 一个 比较暴力 比较 比较凶残 然后还带有 呃 虐待情节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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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变态的一个 变态的一个绑匪 对 绑架了我们的S姐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男人的一个梦想 被我给实现了 我真的是觉得很 然后 呃 那个 好多的偏 就是偏花什么的发出去的都是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综艺 最近S姐在大陆新新要开一个综艺叫自己好个啊 都是那天我们在一起拍拍摄那个 嗯 呃宣传片 然后 那个宣传片大家不久也会看到了 然后就是 基本上那些 照片都是在那个宣传片里面的 然后 嗯 这个节目 S姐会 对 坚持他一往的风格 对 然后 然后 大家还是期待一点 因为 其实S姐的节目还是挺好看的 我 为什么好看 我 我知道 当时 在上学的时候 应该 基本上 男生 应该 还算 也 就也不 也不都不少的 但女生基本上我知道的人是每个人都是 每个女生都有分看的看起来了 所以 孩子姐就是 孩子姐人气真的是还是在 呃 在那边还是挺挺挺高的 所以 我相信这个节目 大家也会 喜欢 然后我也有参与这个综艺节目 我也有参与这个综艺节目的录制 然后 呃 刚录了一期 呃 那个 我是以主持的身份 然后去参加了这个节目 呃 我也是 呃 就是这种大型的综艺 我也算是第一次的尝试吧 然后 嗯 然后 就是 可能有些经验不足吧 然后也在请大家多多担待 然后还是期待一下吧 然后我之后会再 呃 多下下课课 然后尽量也能在综艺里面 然后也让大家 嗯 平凡能看见我 我今天有点尿这个时候 呃 因为今天有点困 请大家一起去包场看电影 为止红织男的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咯 要和大家多多继续 对没事好 有黑眼圈 直播的人吧 嗯 嗯 我昨天晚上彩排大家 嗯 一起 然后 对发型的原因 那我在那个 其实旋风林少女里面造型也是 但是 够老成的 然后 呃 小师叔 我是 呃 先祖的 玩的是 跟其他一人之心 听说被约无数次 前方少女 跟你们的 王者荣耀 哈哈 对 然后就是 其实 嗯 比较 逗的人 然后 基本上我 啊 今天看了预告片 那个预告片上了吗 啊 还不是那个 我之前给你看的 啊 不是那个 那个 小朋友们 就在酷酷的等 他们在说些什么 硬度 和风静 其实我最不喜欢的这部 但是为了公益吧 对 你别闹了 因为不可以剧透 哈哈哈 这部戏 没有开机 挺期待的 而且 跟 电视剧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 嗯 像我们第一次开组会的时候 尽快的融合在一起 玩在一起 嗯 一个从导演到一远远 都没有六二的剧组 有六 有六 挺好 嗯 要不 神秘 那你说你的直播是什么呢 这是 嗯 可能就是不认识我 这个人 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新的一个新人 嘛 然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嗯 我觉得平时我不玩硬课 就是 就是 走哪儿哪儿下雨 走哪儿哪儿延误 然后今天那下雨 走哪儿哪儿延误 然后今天那是 看 嗯 嗯 我觉得时间应该差不多 三公斤准备走路 嗯 我现在要去准备换衣服了 然后 呃 准备 一会儿的红衣 嗯 然后 嗯 就到这儿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爱情公益 嗯 嗯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个 小英助学 然后关注爱情公益 然后 走哪儿 开 的时候 你可以 拍摄